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每当我在新闻上看见有人买乐透中大奖的新闻 都会忍不住的想,如果中奖的是自己 那会怎么样花这笔天奖横财呢 有时候想的太深入了,都有一种是自己中奖的感觉了 我想这种无伤大雅的白日梦应该有不少人都做过吧 不过相应的,我们也能够从媒体上看到很多中奖者 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因为金钱产生的纠纷,导致家庭反目 最后散尽了钱财,重新回去打工的真实故事 不过这些最终散尽钱财的中奖者 和我们今天将要讲述的故事里的主人公相比 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Abraham Shakespeare于1966年4月出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从小头脑就不太聪明的他,只读到了七年级 相当于小学毕业就放弃了学业 而且因为他所上的小学,还是属于那种老师根本就不怎么负责的学校 所以Abraham一辈子也不会读和写,就是一个文盲 而且因为年纪小小的,就开始混社会了 自然而然的就走上了歪路 在一些狐朋狗友的影响下 他犯下了一系列偷盗和抢劫的罪行 最后终于落网,并且被判坐牢 好在Abraham是一个吃一欠长一智的人 他意识到人生还是要走正路才有前途 于是在出狱之后,他就开始踏踏实实地靠着出卖体力来赚钱养活自己 多年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2006年 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 一笔天大的财运降临到了Abraham的头上 这一年的11月15日 Abraham和一名叫做Michael的朋友 被劳务中介公司派遣去迈阿密州工作 在前往的路上,他们停在了路边的一个便利店 Michael下了车去购买饮料和香烟 他回头问Abraham想要喝点什么的时候 Abraham则递给了他一张5美元的纸币 说让他帮自己买两张彩票 谁知道就是这临时起义买的两张彩票 居然让Abraham中了3000万美元的巨奖 当时他有两个选择 起义是每年领100万 花30年时间,一分不少的拿到3000万 而另一个选择是一口气把奖金兑现 但是要缴纳高额的税金 而Abraham则选择了一次性领奖 在缴纳了各种税费之后 他最终拿到手的钱是1700万美元 不过这对于一直没有什么存款的 Abraham来说也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而且他除了在买房买车以外 也想不到有什么花钱的地方了 于是他花了100万 在比较好的地区购置了一处房产 又买一辆好车 然后从当地的一个当铺里 买了一块劳力士表戴在手上 这就基本上是他觉得最奢侈的享受了 而正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自从Abraham中奖的消息传开之后 各种之前从来不来往的亲朋好友 就开始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而Abraham的为人也很慷慨和善良 面对这些情况 他想到的是要给这些亲人和朋友们 多谋一些福利 于是他就经常带着亲朋好友们 坐飞机或者坐船 出去旅游和享受美食 这期间只要有人和他求助 说急需一笔钱救急 或者说被房子的贷款压的喘不过气来 Abraham就会大手一挥 写下一张大额支票借出去 很快的这笔1700万的巨款 在你借一点 我借一点的情况下 就快速的消失了 仅仅两年多后的2009年初 Abraham的手上就只剩下100万美元了 这个时候他才觉得不太对劲 开始和借钱的朋友们追债 但是正所谓借好借还难还 Abraham面对的是各种冷嘲热讽 说他是一个守财奴 自己已经那么富有了 还对借出去的这点小钱那么斤斤计较 就这样被折腾了一圈之后 Abraham才失望地意识到 财富带到他身边的并不是亲情和欢乐 而只不过是一群想要从他身上 咬下一块肉的吸血鬼 借钱不还还只是众多麻烦中的一环而已 不久之后一场官司就找上了门来 两年前帮他买彩票的朋友Michael 把Abraham告上了法庭 说中奖的彩票是Abraham从他的钱包里偷走的 中奖的人本来应该是Michael自己才对 虽然最终Abraham赢得了这场诉讼 但是他也对人性感到非常的失望 他开始身居简出 除了自己的母亲和儿子之外 他开始越来越少地接触外人 而这个时候 一个似乎是救星一样的人 出现在了Abraham的生活当中 她就是Doris Moore Doris是一名满头金发 看起来非常有人格魅力的女性 她经营着自己的医务中介公司 算是一名成功的事业女性 按照她的说法 她是在听说了Abraham的遭遇之后 觉得非常的痛心 于是主动想来帮助她走出困境的 Abraham之前从来没有见过Doris这样 滔滔不绝又很有说服力的女性 从此以后 Doris成为了Abraham的财务顾问和代理人 开始帮助她一家家地追讨之前借出去的钱款 并且指导Abraham用剩下来的钱进行投资 很快的之前借出去的钱 开始一点点地回到了账户上 投资也开始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于是Abraham就越发地信任Doris了 任何事情都委托她出面办理 Abraham自己则越来越多地待在家里 过起了影视一样的生活 偶尔的亲友们会收到她发来的短信 说自己一切都好 让他们对待Doris 就像对待自己一样就行 就这样时间一转眼 来到了2009年的11月 Abraham的表弟发现事情不太对头了 因为Abraham的财务顾问Doris 一直在四处追债 所以大家都觉得 Abraham也一直都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但是仔细地回忆一下 他们发现 从2009年4月开始到现在 大半年时间过去了 所有的人 包括Abraham的母亲和她八岁的儿子 都没有再亲眼地见过她 也没有和她通过电话 只是偶尔地收到她的短信 这对于非常顾佳的Abraham来说 实在是太反常了 而且这些从Abraham的手机上发来的短信 浅词造句都文粥粥的 完全不像是Abraham这个文盲一样的人 能够说出来的话 于是表弟和一些亲友们 就开始和Doris询问Abraham的下落 而Doris一会儿和这个人说Abraham去了赌城 一会儿又和那个人说Abraham去了海外度假 有时他又说Abraham在和女人鬼混的时候 弄伤了下体正在养伤 大家把情况汇总了一下 觉得事情真的很不对头啊 于是在2009年11月 Abraham的家人们报了警 警方也很快地就开始着手调查起 这些人口失踪的案件了 而首当其冲进入他们视线的 就是以Abraham代理人自居的Doris了 在对Doris的背景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 警方吃惊地发现 这名备受Abraham信任的女性 居然是一颗前科累累的大骗子 Doris于1972年 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 一个以种植草莓而闻名的农业小城Plant City 从小她就是一个充满活力 招人喜欢的女孩 当过童军 也当过拉拉队长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Doris越来越意识到 因为自己家很穷 处处都受到外人的鄙视 于是在她的潜意识里 开始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渴望 高中毕业之后 她决定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成为一名助理护士 因为她喜欢帮助别人 于是在1991年 她拿到了从业执照 开始了自己助理护士的职业生涯 所谓的助理护士 其实就是国内所说的护工 值得是照顾行动不变的 病人的日常生活 比如说换衣服呀 上厕所呀 洗澡啊 洗衣服等等的杂物 这项工作对于一个人的体力 和耐心来说 都是极大的考验 而Doris在这个岗位上 一干就是将近十年 期间她还结婚生子 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不过繁重又重复的工作 终于耗尽了她的耐心 小时候立下的发财的梦想 也再次在心里复苏了 Doris开始立志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此时的她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 于是她开始迫不及待地 展开了自己的商业生涯 不过就和所有渴望发财 但是没有经验的人一样 迎接她的是社会的残酷毒打 她曾经交了大笔的加盟费 成为了一个手机品牌的地区代理商 在又砸下了好几万的电视和电台广告费之后 销售情况却异常的惨淡 最后只能够草草地结束 之后她又加入了好几个传销公司 可想而知 最后也是成为了韭菜 被收割了一个干净 一次次的经商失败 让她的经济状况迅速地恶化了 也让她的人生开始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1999年 她因为钱不够在商店偷东西被抓 警方给她开出了480美元的罚单 她写了一张支票来交罚单 但是因为账户上的钱不够 支票跳票了 于是很快的 她就因为伪造支票再次受到了惩罚 2000年的时候 她因为还不上车贷 银行通知她说 很快就要来扣押她的车子 Doris在电话里和银行的人大吵了一架 然后就说 自己会用尽所有的手段来阻止银行收车的 本来以为这只是她情急之下的气话 谁能想到 就在一周之后 一名好心的司机 居然发现了被人捆住了手脚 然后扔进路边水沟的Doris 只见她一脸的泥水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和随后赶到的警察说 自己遇到了劫车团伙 她不仅身上的财物和车子都被抢走了 自己还受到了侵犯 简直是惨到了极点 万幸的是 最后这些人并没有杀她 只是把她扔到了路边 面对如此恶劣的案子 警方自然是不能够置之不理的 于是他们开始展开了大范围的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仅仅一周之后 警方就抓住了犯人 那就是Doris自己 没错 原来这就是Doris 为了阻止银行来没收她的汽车 而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她出了500美元 让一名熟悉的朋友 帮她把车藏在自家的车库里 然后她自己绑住了手脚 来到路边 伪装了自己被人抢劫的假象 在警方大范围的发出 寻找失车的消息之后 Doris的朋友害怕了 不是说好了 我只是帮忙存一下车吗 怎么看起来好像我要变成抢劫犯了呢 于是她主动联系了警方 交代了Doris所有的图谋 之后毫不意外的 Doris被逮捕 并且被以报假案和骗保的罪名 进行了起诉 在交了大笔的罚金之后 她被判处了一年缓刑 虽然避免了牢狱之灾 但是她的家庭和婚姻也彻底破裂了 但是生意的失败 家庭的破裂 法律的惩罚 非但没有让Doris放弃财富的梦想 反而是成为了她内心成长的养分 只不过这个成长的方向 是完全的走偏了的 很快的在社会大学里 缴纳了足够的学费之后 Doris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之前那名善良单纯的女性 变成了脸皮巨厚 谎话瞎话滔滔不绝张口就来的骗子 因为之前参加传销的经历 让她学到了快速说服别人 操纵别人的话术 这些都成为了 她日后赚取大笔不义之财的资本 2004年开始 她把头发染成了金色 穿上了全套的职场装 开办了一家助理护士的中介公司 靠着自己的口才和上下打点 这家公司的业务变得越来越好 据估计每年都能够给Doris 带来将近20万美元的收入 但是此时的她 已经不满足于靠着正规生意 带来的收益了 她靠着这家公司 把自己包装成了商业精英 赢得了不少小投资人的信任 开始以理财专家的身份 帮助他们管理钱财 但是她的常规操作却是 偷偷地把这些钱 都转移到了自己的名下 这让她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就被民事起诉了几十次 但是每一次她都会利用 之前的合同当中 故意设下了陷阱和漏洞 来逃脱惩罚 说实话 有时候她费这么大劲骗来的钱 还没有她的公司正常经营赚得多 但是有可能就是为了报复社会吧 Doris很享受这种骗人的快感 喜欢那种被人恨得牙痒痒的 但是却拿她无可奈何的感觉 就这样到了2009年 Doris已经积累到了不少的财富 她也自诩为成功人士 开始考虑要写一本书 来炫耀自己的成功历史 但是成本书都说自己的事情 未免有些自吹自擂的成分 于是她开始查询 周围有什么人在近期之内 突然发达了的励志故事 好一起写进书里来做一个合集 打听来打听去 刚好的她就听到了 Abraham彩票中奖的事情 当得知Abraham的教育水平不高 又突然得到了这笔天降横财的时候 Doris的眼睛立刻就闪出了贪婪的火花 这可是下手的绝好目标啊 可惜的是 当她开始接触Abraham之后才发现 这笔巨额的奖金 早就被先踏一步的Abraham的亲友团 刮分到见底了 现在的Abraham只剩下了100万美元在手上 不过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更何况100万美元也着实算是不少了 于是Doris借着写书采访的名义 接触了Abraham 欠取了她的信任之后 就成为了Abraham的财务顾问 她不仅是帮Abraham进行追债 还说为了投资方便 用Abraham和自己的名义 开设了一家联名的公司 让她把100万都存了进去 这样Doris就有了燃止最后100万的机会 事实上 当警方在2009年12月 对Doris进行背景调查的时候发现 就在公司成立之后不久 她就挪用了账户上的钱 给自己购置了三辆号车 而就在2009年4月 Abraham失踪之后不久 她的名字也从公司拥有者的名单当中提出了 那100万美元彻底的成为了Doris的财产 不仅如此 属于Abraham的那栋100万美元的住宅 也在别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变更到了Doris的名下 而她现在就住在里面 既然发生了这么一大堆不合常理的事情 警方判断 这背后肯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于是他们立刻就把Doris传唤到了警察局 要求她告知Abraham的下落 并且对她涉嫌侵吞Abraham的财产的事情做出解释 因为警方此时已经调查了很久 所以在问询当中 一口气就甩出了众多很尖锐的问题 如果换了普通人 肯定很快就会崩溃了 但是Doris的心理素质出奇的好 她开始用自己事先编造好的众多谎言来给自己开脱 她说因为亲友的贪婪诈趣 让Abraham对人性充满了绝望 于是她准备带着剩下的钱 去一个谁都不认识她的地方 重新开始生活 为了证明这个说法 她还出示了手机上的一段录像 是Abraham和Doris的畅谈 说如果能够抛下一切 去新的地方生活 她想要去哪里 录像里Abraham谈到了不少偏远的州或者国家 但是警方觉得 这个录像没头没尾 更像是Doris用一些问题 刻意引导Abraham说出这些话的 并不能够证明 她真的就想要抛下自己 最在乎的母亲和八岁的儿子 一走了之 但是Doris则非常坚持 Abraham已经远走高飞的说法 还说为了给Abraham 尽可能多的能够随身带走的现金 Doris大方的买下了她的房子 以及她在公司里的股权 所以Doris对这些财产的战友 都是合理合法的 她的手上还有Abraham 亲手签字的转让文件 至于她为什么和不同的人 说的Abraham的下落都不一样 她的解释是 自己其实也不知道Abraham去哪里了 但是为了给这个好朋友打掩护 给她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来脱离这些不义的亲友的纠缠 她只能够不停地放出假消息 而且她也承认 那些从Abraham的手机上 发出去的消息 也都是她写的 这也是受到了Abraham的委托 进行的掩护工作的一环 说到最后 她自己还落下了委屈的泪水 说自己为朋友做到了这样的地步 居然还受到怀疑 简直是人间悲剧呀 看着她的表演 审讯的警官们都觉得 尴尬的要脚趾抠地了 因为这些理由简直是太假 太不符合逻辑了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 应该都不会相信吧 但是Doris就是有这种能力 能把这些荒诞的借口 理所当然地说出来 说到最后 她自己好像都信了 不过警方此时 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证据 能够正面戳穿她的谎言 所以还是让她先回家了 在随后的调查当中 警方发现 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显示 Doris曾经给Abraham支付过任何的费用 而那些所谓的转让房产和股权的文件上的签名 也都是假的 于是警方随后又多次对Doris进行了问话 而她面对着一堆证据 依然不停地编造更多的谎言和借口 来源之前的谎 最后就连问话的警官都丧失了冷静 对着Doris就破口大骂 说她是自己见过的最厚脸皮的骗子 但是Doris却依然是老神在在的 坚持说自己没有说谎 警官之所以怀疑她 只是因为对她存在偏见而已 这一点上看来 她其实和港剧里的经典反派丁谢有些像 就是他们都认定自己永远都是对的 你们必须无条件地相信我说的话 如果不相信的话 那就是你们的智力或者人品有问题 面对她的厚脸皮 警方一时还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虽然此时大家都觉得 Abraham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是却根本找不到她的遗体 不过被一次次的问话 也很明显地让Doris慌了神 她也开始出错了 为了证明Abraham还活着 她联系到了Abraham的前妻 承诺要给她一套20万美元的房产以及车子 代价嘛就是让这名前妻和警察说 自己就在这几天里曾经和Abraham见过面 她还活得很好 不过Abraham的前妻转头就和警方告发了这件事情 之后在2009年12月27号的这天 Abraham的老母亲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一名男子声称自己就是Abraham 说自己一切都好让妈妈不要担心 但是Abraham的妈妈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 这个人并不是自己的儿子 于是马上就报了警 警方根据通话记录很快的就找到了那个打电话的男子 他的名字叫做Smith 面对警方的审问 Smith承认自己确实是收了Doris的钱 才伪装成了Abraham打了那通电话 之后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 Smith同意开始和警方合作 来查出Abraham的真实下落 2010年1月 Doris可能是觉得靠着谎言已经无法再拖延时间了 于是他联系到了Smith 问他是否认识什么人 愿意主动承认杀害Abraham的罪责 来换取一笔可观的报酬 并且表示 事成之后也会给Smith5万美元作为辛苦费 放下电话之后 Smith不敢耽误 立刻就通知了警方 然后在他的引荐下 一名伪装成职业认罪人的卧底警察 Mike就和Doris见了面 Mike说要自己帮忙顶罪也可以 但是为了做戏做全套 自己必须拿到杀害Abraham的凶器 还要知道Abraham的遗体在哪里 于是Doris很快的就交出了一把手枪 并且带着Mike来到了他在郊外的一处房产 指着一片新铺设的水泥路面说 Abraham就被埋在这个下面 这一下这个谋财害命的女骗子 终于也被警方设下的计谋骗到了 Mike当场就控制住了Doris 并且呼叫了曾渊 随后赶来的警察挖开了地面上的混凝土 终于在一个深坑里找到了Abraham的遗体 原来在2009年4月7号这天 Abraham查询了自己的账户 发现所有的钱都被Doris侵吞了之后 就来到了这处房产和他理论 然后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他被Doris举枪射杀了 警方判断这起谋杀并不是临时起义的 从Doris之前有意的套Abraham的话 并且还录了像看起来 他从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Abraham活着 在行凶之后 Doris打电话给了自己的前夫James 说自己有些垃圾需要掩埋 希望他能够来帮自己挖一个坑 于是第二天一早 James就来到了这里 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坑就离开了 当天傍晚Doris又把他叫了回来 让他把坑用水泥填满 因为当时光线已经很昏暗了 所以James也看不清楚坑里究竟被扔进去了什么 也就糊里糊涂的把坑给填了 警察经过反复确认 发现James确实不知道谋杀的事情 也没有参与到Doris的计划当中 所以之后也并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追究 可笑的是直到这个时候 Doris依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 他继续狡辩说Abraham其实是参与到了一些不法交易当中 最后被黑帮杀害的 自己是因为害怕被黑帮报复 所以才极力进行掩饰的 当然对于这些张口就来的谎言 他自己也根本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于是很快的 检方就以一级谋杀的罪名对他进行了起诉 2012年针对他的审判开始了 法庭上他变成了鲜活的表情包 在听到不利于自己的证词的时候 他往往会挤出各种冷笑悲伤愤怒 或者是不屑的表情 这让主审的法官多次警告他 不要用表情来误导陪审团 但是让Doris这种细精附体的人 控制自己的表演欲又谈何容易啊 所以最后法官命令给他戴上了隔音耳机 只允许他听到针对他的问话而已 最后毫无悬念的Doris的一级谋杀罪名被判成立 他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刑罚 入狱之后他依然不断的喊员 说自己是无辜的 在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拿出了一本笔记 说有目击者写信过来 说能够证明杀害Abraham的其实另有其人 当记者尖锐地指出 那个所谓的目击者来信上的笔记 怎么看都像是Doris自己写的时候 他的表情瞬间就凝固了 那吃惊又错愕的样子证明 他真的相信自己是无罪的 我觉得这才是最让人感觉滑稽又毛骨悚然的地方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